歡迎收看香港甲組足球聯賽 今場是神希的天數為飛馬賽事 目前神希21分排聯賽榜第五位 剩下兩場賽事沒什麼好爭 飛馬方面,想贏聯賽機會不是沒有 要全取三分,每一場都是 兼且藍位要失分才可以 飛馬球迷開心,是中場伊達今場復出 上場結戰武,他前面馬上就不會入球 看看今天能否帶飛馬贏球之外 入多記得,拿上神射手也好 開賽初段,飛馬反客為主壓著神希來打 李康年一下落底全中 可惜剛剛略門而過馬,你又趕不及了 之後還是飛馬左路的攻勢 張建峰一下左路看定大位之後 一腳傳來後處位 梁子涵衝前撞翠的波又是高了一點 左路之外,試試右路都可以 這下右路大腳傳去中間 李康年力壓之下頭頂過去 角度力度也差很多 去到中段,神希搶回不少攻勢 賓曹中路同隊友來一個1-2入攝 飛馬後衛快捕吃了一個好位 順勢清白的波出界 入不到波試試下助攻 這球傳給李明 單到試試,不過大家看清楚了 旁正神造機器愈為在先 神希的攻勢,這下羅子坤置領隊友 長傳扣角出刑的李健 雖然自己起不到腳 但旁邊還有卡爾幫你一下射入 主場的神希率先領先1-0 前面入波後防敗家 神希的後衛羅伯圖深入控定的波 想傳給龍門的時候 這打入線,透波凶弄一個 輕輕一督就入網了 1-1,幾分鐘就追成平手了 之後雙方各有一次中距離射門 可以增添紀錄 麥寶美這下被陳百生飛身救出 之後斌槽禁區頂勁射 剛剛高速了一點 臨完半場前 神希左路千辛萬虎 才傳到波出來 阿古沙近門頭鎚 剛剛頂出一點 結果雙方上一比一打成平手 下半場飛馬肯定加強攻勢 換邊之後三分鐘 飛馬朋友角球馬上領先回頭 麥寶美指定李康延角球 頭鎚破網 改寫比分到2-1 很久沒入球 李康延嘗試一下自己射門 這下三十多馬一腳拉過去 陳達生飛身撲出 還差兩球在射手榜 追過陳少奇的伊達勒 去到58分鐘 再次指定張健鋒左路全中 頭鎚攻門破網 個人回開二度 幫飛馬領先到3-1 落後的神希積極反 羅智坤去到右路落底全中 後上李明 胸後控定左腳窩裡抽射 又是高出條橫尾 距離原場剩下9分鐘 神希有路駁了角球回來 一開出飛馬門口前面一片混亂 混戰當中 最後由羅智坤門前近射得手 追成2-3 這個較接近的紀錄 去到最後階段 李明中路突破 再度起腳抽射 李健橫身撲出不遠 藤正過這下補射一飛衝天 神希最後一擊未能攀平紀錄 最終天水飛馬力補3-2的勝局 直之願唱 全取三分 仍然保持著最後一絲增標的希望 中文字幕製作者 李宗盛